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呢 这个我们这个是 中美双边 是完全能够达成一致的 完全能够达成一致的 虽然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小的风起 但是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因为金融开放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十八大以来就六年来 这是我们主动作为的 是中国金融自己发展的需要 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呢 中美双方在金融业方面 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证券 实际上我们过去这个交流交往 是非常多的 可以说是双方业界都是非常熟悉 也包括这个中安银行也是很熟悉的 第三个方面 就是过去有一些东西啊 是从来误解啊 这个误解是完全可以消除的 比方说美国政府和这个 这个一些官员 包括特朗普总统 指责中国呢 操纵汇率啊 这个 推动人民币贬值 来获得这个竞争优势 那么这个是没有事没有的事情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直在维护人民币汇率 稳定啊 我们没有把这个汇率要是 作为一个贸易竞争的工具 让它贬值去赢得竞争优势啊 这是美国财政部的定义 按照这个定义 中国没有汇率的这个操纵 所以这个问题一解释 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所以我想呢 接下来这个谈判啊 达成共识这个 比较这个容易的啊